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一个莫名其妙的混响马丁 一家五口人十分幸福 比起两人幸福的婚姻 张继忠和娇妻杜心灵的直播带货更让人感到很努力 娇妻婚后十分喜欢直播带货 但是知名度还是得靠张继忠 于是每次都得拉张继忠跟着自己一起直播带货 即便张继忠言不发 只要在一旁坐着 粉丝们就进入直播间观看和购物 由于张继忠娇妻杜心灵是个工作狂 只要一开播就至少十小时以上 年轻人体力好撑得住 可是张继忠都七十多岁的老头了 身体根本无法承受 在近日的一次直播带货中 由于直播时间太长 张继忠晚上可能加班也没睡好觉 中间累得够呛 有好几次闭上了双眼 像是在睡觉 经过一次打盹后 张继忠愣是没有撑住 直接晕过去了 这可吓坏了一旁的工作人员 可是娇妻杜心灵却不以为然 继续直播带货 只是让助理扶老公去后面小房间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她对直播间粉丝说 今天的营业额还没有达到目标 老张还不能回家休息 必须陪着自己继续卖货 网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开始在直播间提醒杜心灵 不要这么狠心 让张导多休息一会儿 本来一个善意的提醒 却让杜心灵很不高兴 她就在直播间开始回给网友 劝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二字 杜心灵开始向网友诉苦 她说和老张的三个孩子还小 老张年龄不小了 想趁着能动动给他们攒点钱 之所以这么拼命 主要是为了养育老张的小孩 你以为我比老张要容易呀 我也非常的辛苦 这么努力 网友竟然不理解 还天天骂人 真是太委屈了 网友们被张继中 娇妻这样的态度 彻底激怒了 不敢老拿着养孩子说事 你们都是名人 至于这么缺钱吗 张继中这么大岁数了 身体能和你们年轻的 一个工作强度吗 之前张继中就因为劳累过度 住进了医院 幸亏抢救及时 没想到经过那次事件后 妻子还是不心疼张导 有网友就质疑 是不是想让张导早点走啊 然而这件事才过去没几天 就媒体爆出张继中与杜心凌要离婚了 近日多家媒体爆料称 张继中与杜心凌疑似婚变 女方秘密转移价值3亿的房产 张导气急败坏之下 发文怒斥 两人大吵一架后正在闹离婚 此事引起网友热议 据知情人透露 张继中曾在杭州 为一儿一女买了两套别墅 她是老年得子 所以特别疼爱自己的骨肉 只不过两个小朋友年龄尚小 房产重上无法写他们的名字 于是张继中决定 这两套别墅先写妻子的名字 并且她也和杜心凌商量好了 等到儿女成年后 就可以办理过户手续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杜心凌并未遵守约定 甚至还私自转移财产 夺走这两套豪宅 前段时间张继中前往杭州出差 她住不惯酒店 便让家政阿姨先去别墅打扫卫生 随后张继中到达别墅 却发现自己的钥匙 竟然打不开大门了 无奈之下 她寻求物业的人帮忙 结果物业的人告诉张继中 这套别墅早就不在杜心凌名下了 经过一番逼问后 杜心凌才向张继中 坦白房子已经过户给她妈妈了 还表示这两套房子 在谁名下都是一样的 等到孩子长大后 一样都可以过户给他们 同时杜心凌还提醒张继中 称他们夫妻俩名下 有太多房产了 有些事情办起来不太方便 张继中虽然是年过古兮的老人了 但她并不糊涂 也没有被杜心凌耍得团团转 她要求女方必须在一天的时间里 把别墅从丈母娘这边转过来 并且还要转到她本人的名下 不然就离婚 网友们看到这条消息后 似乎并不惊讶 称杜心凌从一开始 可能就是图张继中的钱 只是现在他们结婚才五年 女方野心暴露得太快了 虽然张继中的操作 没有任何的毛病 可网友们却觉得 她率先要做的 不是先将房子要回来 而是要先去做DNA 看看她养大的孩子 是不是自己的骨肉 万一验出来孩子不是张继中的 姜还讲大不说 成年后还要送价值三亿的豪宅 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或许这个提议对她来说有些残忍 可既然女方已经不仁的话 我们也不要太懦弱了 一定要保全自己的利益 不能因为感情耽误事 众所捉知 71岁的张继中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导演 她拍的《射电英雄传》 《天龙八部》等都获得了无数大奖 她在事业上的成就毋庸置疑 不过张继中二婚娶了比自己小31岁的杜心灵后 她的感情生活就一直备受争议 当年她的原配妻子樊兴曼多次发文怒斥杜心灵是小三 她离婚时还为了得到三亿夫妻 共同财产费尽心思 婚变风波 闹得沸沸扬扬 前段时间 这件事还被热议 情势张继中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长文 回应了之前 关于被前妻公司起诉的事件 她称该案件是歪曲事实 捏造是非的诬告 目前还在审理过程中 自己也会积极配合 还原事实真相 与此同时 张继中还首次晒出了与前妻 樊兴曼的离婚协议细节 从张继中晒出的离婚协议来看 张继中与樊兴曼就子女抚养 财产分割等问题进行了商议 在子女抚养的问题上 两人决定儿子的抚养权归女方 但学习产生的学费 则由张继中承担 其次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 离婚协议中提到 之前两人共有的房产 其中位于昌平区的两套房屋 归樊兴曼所有 而张继中则是拿到了 位于朝阳区的豪宅 并且还能从此协议中发现 张继中支付了樊兴曼 4000万人民币的现金 而且协议中还专门提到了 在协议生效日起 任何一方均不得再干扰 或骚扰另一方的生活 不能为经另一方允许 进入另一方的生活和工作区域 既然张继中晒出了自己与前妻 樊兴曼的离婚协议 就不得不提当初两人的离婚大战了 一开始 樊兴曼不顾世人的眼光 与张继中统居12年后才领证 但好景不长 两人的感情最终破裂 甚至双方大打出手 直接打进医院西洋 真的是彻底撕破了脸 至于彻底撕破脸的原因 张继中和樊兴曼则是各执一词 张继中说樊兴曼出轨自己的干儿子 而樊兴曼则说 张继中出轨了小他31岁的助理 也就是张继中现在的妻子杜新玲 甚至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怒斥 叫杜新玲从自己的房子滚出去 不知道张继中说 前妻出轨自己的干儿子是不是真的 反正现实是 张继中与樊兴曼在年底离婚 转年的三月 他就和杜新玲领取了结婚证 这个速度确实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不过重新步入婚姻的张继中 现在看起来倒是十分幸福 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和妻子的恩爱日常 甚至不久前 还为杜新玲重新举办了一场婚礼 看来是真的走向了新的生活 不过这几年张继中的日子似乎不太好过 他应该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花花公子的婉景大都凄凉 结婚后的杜新玲成为网红 张继中跟着妻子直播带货 长时间直播无疑是对他体力和精力的巨大考验 老人家就是一个类 在此直播中 由于直播时间长 张继中实在太困 晕倒在座位上 在场的人和看直播的网友都惊慌失措 只有妻子杜新玲表现得极其平静 大家都要求让老爷子休息一会儿 要不去医院补充点营养 妻子表示不用去医院 他在家也经常晕倒 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们不得不赚钱要抚养孩子 等下醒了还要陪我直播 他如果不在直播间 人气会很低 所以要陪到我12点下播 网友看着活力满满的杜新玲纷纷怒斥 你是要榨干老人最后的剩余价值啊 你眼里只有钱 既然结婚了就是亲人 怎么会如此无情 这几年张继中除了经常陪妻子直播 还陪儿子玩碰碰车 和妻子一起骑马 这些不适合老年人的运动 真是难为老人家了 如今又被爆出这样的丑闻 让他的颜面何在 希望张继中这次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 不要给人留下口实 万一影响了他的事业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管是网红圈还是娱乐圈 有那么多姐弟恋的夫妻 没有哪个人像杜新玲似的 做出这样不理智的行为 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